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聲匯網立場無關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陰謀背後》 聲匯網的《陰謀背後》第九季第五集 今天很開心 一班兄弟在一起做節目 Castell 以及又是突發錄音 又是突發錄音 問得怎樣突發錄音呢 為何我要插了這一集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網友很笑問我 其實你們錄音謀背後 其實是否兩日前或三日前錄 又不是 有一些輕輕一點的題目 我們幾時都可以錄得 只不過是一些突發事件 今次大家看到一個題目 就是希臘 一些人叫希臘 債務的陰謀 待會慢慢跟大家去分析 當然啦 說一些金 銀 財經的東西 絕對不能夠少 我們一個財金工房的主持 就是高先生 Mr. Andy Goldman 是 多謝台長 為何會這樣說 多什麼謝啊 我又很榮幸 來到宣傳網網最暢銷的節目 暢銷 暢銷 也很開心 為什麼呢 其實我未試過 故意去冥謝他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 因為星會網開台以來 至於現在Andy跟我們做了《台金工房》 已經不知不覺在接近三個年頭 以三個年頭之外 其實你知道 我們暫時有14個節目 將會加到18個節目 不好意思 各位聽眾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們星會網只有唯一的節目 只有一個人做 一個人 我想問問你 看你還未入題的時候 其實你一個人 怎麼可以吹一個小時 我可以吹三個小時 我已經燒掉了 講到這些字眼 大家 Jason 都要繼續燒掉 爆了 另一個嘉賓 還有另一個嘉賓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他的 我們這個捉錯用神 說明用神 當然要Jason 在這裡 Jason 這次亦分享他對這次事件的看法 整件事都真的很陰謀 不只是希臘 今集大家有異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除了希臘以外 大家如果在聽我們這個節目星期三 即是on time 這樣聽的話 準時聽的話 就是講的是星期三 其實上星期發生了很多件事件 第一件事件 剛才我講過 就是希臘債務的問題 第二件事 大家都知道炒股的股民 應該都是哭股喪 對 哭股喪 為什麼呢 這幾天 試過可以跌到兩千點 發神經的恆子 當然大家都心驚膽跳 第三件事 我想你們都不知道 我們會講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昨天 我們現在錄 就是在打風 連過來了 連花下的陰謀 是的 連花下的陰謀 我們錄音的時候 就是在打風 爆風球 大家都看到Facebook 都發出來了 其實來說 除了這件事 就是講的是星期三 即是香港時間星期三 其實又很奇怪的 這個真的很陰謀 就是在紐約的證券交易所 可以停了三個小時 聯合航空的電腦系統 又停了兩個小時 究竟有什麼事呢 無端端停機 可能有些人會說 喂 Adam 有時電腦都可以下機 是不是真的這麼巧 一起下機 是的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有時間的話 我們待會慢慢 一定有時間的 那就放心 我們慢慢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究竟這次的財金陰謀 去哪裡 我們這次不只是講一個題目 我們講一個題目 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 OK 好了 那我就坐在我未講之前 那我就想講一點點東西 有關於我們的Talk Show 可能有些人會說 哎呀 又講 很煩啊 都想更新你們的 上次都講過 因為有一些網友 其實都謝謝他們的支持 沒有在我們的電話 甚至乎沒有在我們的WhatsApp 聯絡我們 然後就自己走了去 一些城市售票網賣票 我以為自己想在家 哈哈哈哈 好啊 想在家賣票 但好像自己想在家賣票 哈哈哈哈 那我告訴大家 就是15號 7月15號打後 城市售票網才有得買的 OK 所以如果各位聽眾 甚至乎各位支持陰謀背後的人 想看我們一個 Live的講我和Castiel 和其他嘉賓 講一些陰謀論的東西 現場版的話 如果你們想看我們8月30號的話 你們可以剛才說過 可以聯絡我們 這個預售的時間 甚至乎有些人就覺得 喂 不是很想聯絡你們 我想直接神秘一點 不想見到你們 不想知道我是誰 可以直接去回到城市售票網 譬如通理琴行 或者其他一些政府機構 都可以一一買到我們的票 那你只有一天7月15號之後 你就去到這些售票署 就告訴他們8月30號 香港藝術中心獸神劇場 8點鐘那個 非比尋常陰謀論 那個talk show 那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那個show的情況 那你就可以當場 其實就可以買票 剛剛你聽完這一集就可以買到 剛剛好就過15號 你聽完這一集就一定可以買到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說 都是那一句 如果大家是想 因為這次的題目 我們還沒有公開 我們會聚已經公開了一點 是很貼身的 很貼近你們的生活 還有一樣東西都很爆發的 我們基本上 我都說過了 我們在talk show的topic 我們是不會在節目中說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不公平 不需要買票進來看你 我聽也聽到了 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些topic 我們不會在節目中說的 當然有些比較敏感的話題 我們絕對不會在節目中說的 好 那我們就入題了 OK 這次很開心 請到Jason Jason 足球專家 Andy 就是 這個財金專家 聲匯網 聲匯之寶 聲匯之寶 遲些會不會推出Figure OK的 OK的 唐掌先推出了 也要想一下 我也要想一下 有兒子做雙Approach過我的 我覺得 試一下 遲些先 遲些我再想 如果有什麼問題 關於talk show的話 大家都可以打兩個電話 一個是打的 一個是WhatsApp的 不好意思 讓我再說多一點 打的電話是3462-2855 3462-2855 WhatsApp 比如說我不想說電話 WhatsApp行不行 行 沒問題 97651311 WhatsApp的電話是97651311 有36條線 沒有 只有一條線而已 但現在的線有36個人接 這個很陰謀 怎麼收拾個個人接 連飛線都聽不到 陷阻的陷阻的陷阻 就是測這個都已經夠了 真的很害怕 所以今晚真的很開心 Adam 其實做每一部節目 每一集都很開心 為什麼呢 當然有我的拍檔 還有Castille在這裡 之外的話 也有這兩位主持 跟我們去做這個節目 為什麼要找Jason呢 其實就不是特意找他的 只不過 浪費了 不是浪費了 只不過 因為下午 其實我跟他談了一些 股票的問題 Jason 也有一點玩的 他有獨特的見解 這個獨特的見解 也挺有趣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下午經常說 Andy 可能沽了五千張棋子 哈哈哈哈 發了 現在出來發了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好了 我們馬上入題了 如果被聽眾罵 好了 我們四個入面 Jason 你說足球 我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不要說希臘 我剛才說過 如果聽眾聽我的節目準時的話 就是星期三 即是上個星期發生的事 上個星期 你有獨特的見解 就是 我們的中央 李克強 不是李克勤 李克強 就說 我們注資了1.7萬億 你怎麼看整件事 你講到很陰謀 很簡單的推論 是的 因為小弟 除了做足球之外 其實 也有做籃球 也有 哈哈哈哈 最主要我 其實 可能認識 或者真的見過我的朋友 真的認識我 或者甚不知 也知道我在傳媒界 我早很多年 其實我做港民出身 所以就 你訪問過很多香港的政治人物 我做港民出身 我不介意跟大家說 習近平來香港 我也有份做 是嗎 你有沒有簽名 沒有 怎麼簽名 大片 埋身也埋不到 哈哈 但是問題 問題就是在於什麼 我都會很留意 都不是很留意 都很熟悉 我自問都很熟悉 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一聽到這件事 我最初就覺得 第一件事 就覺得 不是吧 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 在我認識的中央政府 過去這麼多年 都很少說這麼高調出來 我只能夠救一個市 不是不夠 他用很多叫做 可能叫做 隔一隔的 找譬如說 央行隔一隔 找一些叫做 資本家隔一隔 去救的市是有的 有的 不過真的不會那麼直接 即是會說 國家副主席 即是會說 我扔一大塊錢出來 我是要趕絕 那些叫做 玩串過派對的人 講得明白 講得明白 是很少可 然後我立時會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這17000億 他救的市場做什麼 有什麼目的 一定有目的 你做什麼是沒有目的 我17000億 難道我扔什麼下來 我為了救你的股民 不會的 有可能是救一些企業 這個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計劃作為一個國家的決定 這個國家級的決定 一定是長遠的 如果是長遠的話 我立時只會想到一件事 就是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有些公開的秘密 中央或央行的儲備是很龐大的 他這次拿了這塊錢出來 我舉個例子 17000億 我當你O4 其實人民幣 其實不是說一定 我舉個例子 大家可以聽聽 可能O4是10億 可能市面上 在流通道的cash 可能只有5萬億 有5萬億 其實真的中央控制住 即是儲備了 變成你的匯率 一定是被中央控制了 這個是全世界都知道 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 美國都會這樣做 是的 現在全世界 現在在中國那裏突然間 在他的銀包那裏 砍了1萬7千億出來 很直接 那條街的錢就多了 即是你覺得不會那麼好死吧 是的 那條街的錢多了 那有什麽連鎖的影響呢 就是 對未至於是一定會出現的 但是有機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透過這條街的錢多了 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是會貶值的 是絕對是 這個是有機會貶值的 沒錯 當然是技術性一點的 term 交給Andy再說 如果一貶值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 最好處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東西便宜了 簡單來說 對於外國人來說 東西便宜了 那你是不是會買我的東西 這個是比較直接一點的 叫做增長出口 大家要知道 對上 其實叫做差不多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那個出口 是靠出口去維持的GDP 上年都不行 是的 但是對上那兩年 是不停地跌的 自溫家寶落台之後 都是不停地跌的 大家可以見到 這些數字不能騙人 那麼它又要維持GDP 要維持增長 那麼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加強出口 那麼加強出口 就好像日本仔 日本仔和美國都是 都是用一些招的 日本去將日元貶值 就令出口量立即提升 美元也是的 又做量化寬鬆 那個方法不一樣 概念上是一樣的 那麼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可以想到 中央長遠 其實有些叫一石二鳥 我覺得今次 既可以救一些國內的企業 亦都可以從今次這件事 去救自己國歌出口 去透過這件事 去救自己國歌的出口業 那麼其實 是長遠來說 是一個可能 對來近兩三年 是有些影響的一個決定 這個一定是 那麼我覺得 你單純一萬七支一救市 我覺得是很不合理的 嗯 OK 我剛才說過一些 例如出口的問題 其實我的看法 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 大陸就是一個 所謂叫世界工廠 以前十年前的時候 已經開始來 但是現在 亞太區 或者亞洲的周邊的國家 例如是說越南 說印度 甚至是柬埔寨 這些全部都是競爭對手 即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其實整件事 其實很多的大公司 來自珠海 以我所知 珠海的大公司 撤走了 可能去了柬埔寨 或者其他鄰近的地方 你怎麼看呢 Andy 其實整件事 你在說希臘 還是說A股 不是 在說世界工廠的問題 為什麼出口那麼疲弱 其實你說出口疲弱 對 而且在國際上 最近都說得對 都是在跌 但是如果你看看中國的順差 還是在 即是正確的 跟美國 因為 都是差一段距離 不是 如果美國買中國的東西 某些順差的問題 中國仍然是排名第一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東西 仍然保持著很多 但是 整體來說就是在跌 相比上一年 但是 如果你看看那個排名 仍然保持在第一位 你說 一輪近國家的競爭 對 全世界 世界工廠仍然是沒事的 但是你說 那個 我又想說世界工廠 世界工廠的問題 我之前都說了 世界工廠已經 我覺得不再屬於中國 我也覺得 因為這個的確 譬如菲律賓 越南 剛才Adam也說了 是真的轉了過去 因為為什麼人家便宜 但是為什麼中國 現在這麼做不到 因為人工高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整件事 為什麼我這個題目 希臘說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就是主流傳媒 尤其是 就是 希臘 脫出歐元區的話 其實就影響我們的港股 影響港股之後 其實我的股市倒下 我不是這樣的看法 其實整件事 我先說一下我的看法 剛才我講過 就是周邊的鄰近國家 比如亞太區 比如說菲律賓 柬埔寨 甚至乎越南 甚至乎越南 印度這些地方 其實很多的公司 其實很多的公司 說的是廠 其中的廠 搬去那邊 但是原來在香港 你知道其實這十幾二十年 很多的大公司 在香港 是成立了亞太的總部 但是現在看到整件事 以前的鄰近 在香港的總部 其實現在全部都去了新加坡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為什麼呢 當然有政治背景的原因 甚至乎 尤其是佔中的事情 令到大公司卻步 甚至乎覺得 會不會香港的政策有問題 他們都會關心 所以你看到 他們的總部 已經搬去新加坡 或其他鄰近國家 甚至乎日本 韓國 而他們的廠房 廠房絕對不在香港 一定是在中國大陸 其實世界工廠 整件事 剛才我絕對 同意Andy所說的 已經是他的地位 開始動搖 因為很多鄰近國家 說真的 柬埔寨、越南 平很多 以前大陸是便宜的 人工和地都便宜的 但現在你也知道 你想想深圳的樓價 東莞的樓價 廣州的樓價 是升到現在 和香港是貼近的 甚至乎上海、北京 已經是過了香港 基本上整件事 你看到就是 你知道這個世界是沒有死錯人的 廠家或公司的大老闆 計算數 都不划算 為何我不撇呢 亦有很多原因 所以整件事 我會覺得 為何我會說這件事呢 我也想問回Andy 很多的主流傳媒 現在時時都有說過這件事 就是因為這幾天 很多的傳媒都說 因為希臘的問題 是引致到現在 我們亞太區 甚至乎我們 你也知道 上證指數也好 甚至乎恆生指數也好 就一直跌 你覺得怎樣看整件事 希臘問題 你如果問我 希臘問題 不足以令到整個市場 希臘問題基本上是很 如果我這樣說 好像人們覺得不是 我真的想說錯 不是吧 其實希臘問題 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是 我覺得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在創工房的Facebook page 都可以說 希臘問題 A股的問題 比希臘問題大很多 沒錯 A股的問題 你覺得會不會爆煲呢 其實如果你所謂的爆煲 就是跌穿 跌穿 2,000點 1,000點 但我覺得未必會 差成1,500點 有牌的味道 未必會 是嗎 還有 先澄清一下 1.7萬億 其實它是 夠過A股 嗯 OK 就不是夠香港股市 其實香港股市 不需要它夠 我當然不會夠香港股市 不需要 那問題 整件事來了 整件事在美國的立場 你也知道 大家大的投行 一定是美國公司 J.P. Morgan Stanley Morgan 全部都是大公司 大投行 但反過來 Andy的看法 整件事裡面 在歐元 歐元區 大家也知道 有十幾二十個國家 甚至乎不知道 是成員國 但是問題是 究竟 在主流傳媒看到 政府 政府 脫離歐元區的話 人民 甚至乎政府 是很開心 很樂意的 但是世界上 大家也知道 不要脫離歐元區 否則可能會牽連大波 可能會有另一次的所謂股災 現在很多的股民 甚至乎香港的人都覺得 是因為希臘這件事 令到很多我們亞洲的股票市場 甚至乎其他的一些問題出現了 你又怎樣看這件事呢 你說希臘脫離歐元區 其實應該這樣說 希臘會不會脫離歐元區 因為他暫時還未知 其實他還要談 但我始終覺得希臘脫離歐元區 為什麼不是希臘自己上樓 而是德國他們不會被希臘離歐元區 正常的情況 其實他做很多手段 是想做這件事 不過正如Andy所說的 我經常叫肥婆 是不可以這樣做 你聽他自己說 一個債仔欠人這麼多錢 還跟你說我沒有錢話 正常的情況就應該把他踢走 還有希臘脫離歐元區的GDP是0.2% 好笑 這樣說的正常 不如把他踢去西班牙吧 幾個都窮 西婆希 三三 三個鬥窮 西班牙比較窮 但為什麼他留在這裏 我覺得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是當年高盛踢進去的時候 德國銀行買了很多希臘國債 我不知道現在德國銀行有否保持 如果德國銀行有否保持 如果德國是會 如果希臘破產或脫掉的計劃 首當其衝還是德國的 所以默克爾無程度上 為何還要死都要 其實是可以踢走的 但為何還不走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很想問Andy 我自己看整件事 德國好像有些想做大佬 一向都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國力或歐元區的實力 大家都看到 但其實在這麼多年 從歐元成立以來 真真正正是沒有一個Leader 因為他們的貨幣統一了 但他們的政策不是統一了 但這次走出來的這件事 很明顯是樹立了德國領導的形象 這個角色一直都是這樣 但這個實際的動作真的難搞 為何我剛才Jayton都說過 大家國家不同的 經濟又不同 政策又不同 財政又不同 要統一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你欠的錢和我欠的錢一樣 當然沒有可能的事 但德國那裏 其實為何我會帶出 他想做大佬的原因 首先可以控制 控制歐元的貨幣政策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透過希臘這個小孩 或者爛仔 如果他能控制這件事 其實在歐元區的實力會強 但反過來我覺得希臘也是在借這件事 他明知你想做大佬就玩回頭 我覺得有點感動 那他已經得條難命了 對 他就得條難命了 即是你是光雅我的辭職 即是直接是這樣 現在整件事 你看法 究竟他什麼時候會脫出歐元區呢 其實用了什麼方法 我不知道究竟他的政府意向是怎樣 我們推測而已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所謂 除非是他脫出歐元區 但是他還是在歐盟裏面 歐盟就是兩樣東西 基本上就是EU還EU 其實歐元區就說歐元區 兩樣東西就是IMF還IMF 其實EU還EU 整件事就是 因為你看到外面的傳媒 又在說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的國庫 即是他的銀行裏面 有大量的金 金不是美國的金 用紙讀數的金 舊舊見到的金 他又不還債 那些人就說他 搞錯 好像剛才Andy說的 好像爛仔一樣 欠錢你又不還 他又特意不還 你的看法 我不可以分享剛才你說的那個看法 挺有趣的 首先他的黃金儲備 我當他扔債出來 都不足以還債 但是為什麼IMF 當初 你見不見他的債務 3200多億 我忘了是歐羅 大概是歐羅 但是他銷售所有的黃金 都不足以吸引他的債務 其實不是很多 是的 但是為什麼IMF 問題就是這裡 為什麼IMF還要這麼堅持 那麼堅持當初要叫他賣售一些黃金 是因為 假如他脫歐之後 他用回自己的貨幣 他一定貶值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想說 如果他沒有黃金做backup 他會完全 摧毀希臘 所以IMF 我覺得他叫他拿金出來 某程度上是想摧毀他 我想問回Andy 這個我真的不太清楚 就是關於冰島的東西 你知道 早兩年冰島已經宣佈破產 但是為什麼現在好像沒事一樣 因為冰島佔他的歐洲的GDP 可能更加比 希臘更加 還有他佔的債務也沒有那麼多 沒有東西 等於破產之後 當你沒有到 因為他沒有很大的影響力 沒錯 譬如希臘真的 我真的逼你賣金了 到你脫離歐元區 接下來那一步 當然你要出回自己的貨幣 可能貨幣會大幅貶值 可能會去到十萬元的一張銀紙 即是中北部位那些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希臘真的出現這個情況 會對於世界有什麼影響 對於世界不會影響得很大 但對於希臘就很大 很大 因為你不要忘記 當他這樣的時候 通脹會扯得很高 人民的生活已經大幅貶值 本身國家經濟又不好 因為他貶值 他沒有能源 大家也知道 他要輸入很多東西 輸入通脹 其實更加百上加根 所以你說希臘 如果脫離歐元區之後 他翻身 我不敢說沒有 沒有絕對的東西 但真的很難 所以你說他自己也不想 在某程度上 他自己也不想脫離歐元區 但是他又知道 如果脫離歐元區的時候 德國和其他東西 都會抱著一起死 因為他有一個軒尼在裡面 我猜對德國來說是短痛 可能被你假搞 可能有短期的影響 不會長期的 所以看看德國自己是怎樣看的 坦白說 雖然是短痛 但全球經濟也不算特別好 坦白說 他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自己令到他搞自己一和 整個歐洲的德國經濟好 但是德國拆不了那麼久 拆不了那麼多個國家 如果大家一起連鎖效應 其實會不會是怕這個 他自己怕 如果是希臘到葡萄牙 到西班牙 到西班牙 會不會再有陰謀這樣看呢 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 誰最好處呢 美國 而且美國不會將 正常有陰謀 真的有陰謀 你看希臘搞的公投 我每個國家搞公投你都死了 每個國家搞公投就很嚴重了 那你說歐洲五個每個國家搞公投 我見到起頭是這樣 我就試一下 這個都很正常 因為如果你說計個 proportion 西班牙加上葡萄牙都很大 如果去那些就真的 可能都差不多有10% 如果你以為假如意大利 那你都會投行 意大利都是邊緣的 但是從數據上近一年 歐元區的經濟是開始復甦一點點的 要看回那些數字 明白 所以整件事 大家聽到這個位置 大家就知道其實希臘的債務問題 我用債務問題 其實是不足以可以摧毀我們愛泰區的股市之外 其實會不會這麼牽連大波呢 甚至乎很簡單 剛才Andy都說的 我跟Andy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就是講到IMF 為何要他推些金出來呢 他政府就老虎 我都不給你了 給了之後 這是我最後防線 我給了之後 我就變成冰島 真的變冰 明明很熱 明明很熱 變得冷了 Kistiel 你還沒試過說的話 就讓你發言一下 我知道這個不是你的強項 這個絕對不是我強項 很遙遠 我怕聽眾可以 為何只有我們三個 其實我還在這裡 換了拍檔 還在這裡 還在這裡 總健在 Adam絕對不會換拍檔 Kistiel 你怎樣看 其實我自己真的不太知道 我聽到對主流傳媒來說 不過我當時有很多疑問 就像剛才你各位說的 為何會這麼遙遠 我跟你說一個外國的經濟 是希臘 他們破產了 但破產是否真的沒有錢 有一些說法 其實他們的圍內 自己有很多 不過是 我是不想救 我想自己代賣 然後造成一個國家 就開始崩潰 然後就說人民就很慘了 拿不到錢 其實他們剩下的錢 每個人可能只是分到幾百元 但是 跟香港好像很遙遠 我找不到那個連結 就這樣 大家知道 其實希臘的GDP也不是高 你說真的 還有說真的 其實整個歐元區 甚至乎歐盟來說 在希臘來說 可能是很少很少的東西 影響到 基本上影響不到 當然 比如你說英國那些不同 是 是 是 一塌 如果磅一塌 就很大 當然 黑馬 不是Black Horse 黑馬 就是希臘的貨幣 現在究竟他們 所謂的初步防守了 第一條防線 叫做不賣金 究竟帶來的影響有多大 我給兩位嘉賓先頭一頭 先聊一聊 然後下一節回來 我再告訴你 陰謀 甚至乎 為何又這麼巧 剛才我都說過了 紐約證券 為何昨天 錄音的時候是星期四 星期三的時間 為何又停電 不是停電 簡直是DOWNGAY 完全是 Terminal也死了 聯合航空又死了 究竟梁姐之間 和這個金融 甚至乎 我們希臘的債務問題 有什麼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聊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又回來陰謀背後的第二節 剛才我們二口同聲 都在討論 希臘想脫離歐元區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主流傳媒的畫面 他們已經很開心 人民很歡呼 我們的政府其實都不想 留在歐元區 都想撇離 人民很開心 剛才Andy也搞砸了一點 就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 如果脫離歐元區 其實你也知道 黑馬 剛才說過 希臘的貨幣 其實一定會貶值得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但是 如果他們真的把這些金 最後的防線 賣走了 他們來破產邊緣 基本上都不會結束 一定會先收到最後的防線 但是整件事就是 究竟他們如果真的有不賣金 我想問問Andy 不賣金 但我又想撇 以你所推測 大家都知道 會變成會怎樣呢 希臘 或者希臘會做些什麼出來呢 現在將會 其實我覺得 那個方向 現在我覺得 其實是在寨主裡 未必在寨主裡 因為寨主已經表明了立場 對 我不還錢你就吹 對 Idan又曾經演繹得很好 對 整件事 如果我又不還錢 那便不可能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這麼大價格 一定要你還 等於這件事 我欠你錢 我不還了 Andy你吹 他未必要 你現在一定要找很多方法 叫你還 兩個民族思想是這樣 你想想一對球 對球也是這樣 死手不攻 死手不攻 對 死手不攻 OK 即是博和零比零 是的 歐了國家 每次都是這樣 希臘一向都是這樣 但只可以玩一次 只可以玩一次 只可以玩一次 我想整件事 希臘 現在來 剛才我講得很清楚 其實他人民又好 政府又好想脫離 亦都不想被IMF去控制 因為很多是制造的 你知道IMF 甚至是歐元區的成員國 一定是偏幫大國 英國那些一定會偏幫 小國那些好像說 你的GDP又不夠我厲害 其他的一些影響力 又不是厲害 但反過來 IMF那些一定是不想去撇 你撇的話 手上都沒有了 如果你不撇的話 至少我都可以哄一下你 看看你可不可以還錢 甚至乎可以給一些金出來 偶出來 現在他又要撇 你覺得在接下來 為什麼會有陰謀論出來呢 你覺得希臘會做些什麼呢 我覺得希臘 剛才都說了 是債主的方向 比債主更大 誰是最大的債主呢 其實希臘 現在他抓得最多是IMF 和歐洲央行 歐洲央行是最大的 其實現在去希臘的債 之前有私人的 即是操控著希臘國債 去到一些私人銀行 現在就去了一些歐洲央行政府 那些大的投行有沒有 持有多國債 匯豐是持有最多的 匯豐反而持有最多 已經有個表出來了 是嗎 匯豐是持有最多的 即是不是大投行 即是說大投行有沒有呢 沒有 如果是那個表出來了 是正確的 是 匯豐是持有最多的 即是匯豐很危 匯豐一向都是危 匯豐一向都是危 哈哈哈哈 不差再 即是十年多幾次了 都不要緊 統拾刀 現在再統拾刀都不要緊 但你剛才說的問題 我覺得是 如果希臘假如 如果要留在這裏的話 那他要還錢 是嗎 我覺得有機會 如果真的留在這裏的話 可能他未必要還 即是還完 可能還一半 即是匯豐 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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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豐有機會可以留在這裏 但你一不就減一半 到時你看看你怎樣還了 嘩 或是新債蓋夠 就招借錢給他 嘩 幾爛仔的做法 因為曾經 幾無賴效的做法 聖斗士 哈哈哈哈 因為這段時間 曾經出了一個news 是 有在網上看 就是曾經說過 希臘這20 即這個債不需要再還 誰說 寧願留回去 即撇除 寧願留回去 在歐元區 但當然你要做一些事情 可能你要遵守 做一些規則 但我又不太明白 現在其實是在拉鋸 正在拉鋸 IMF就是想他留下 其實你不要理他究竟 希臘想不想還債 其實希臘最想就是 脫出偶元區 基本上整件事 你想想 如果他只是想脫出偶元區 他給希臘 就像Andy所說的 你欠我10元 算了 你留在這裡 你還5元給我算 但可能他基本上 他都不接受這個請求 再說一次 即是甚麼 即是很簡單 整件事 即是政府也好 人民也好 都想離開歐元區 這是很肯定看到的 但問題是 就算他IMF也好 或者其他的債主也好 去給一個這樣的解決 就是你欠我10元 我現在就算了 即是還5元算了 我不用你還10元 那就是務求他 在這個歐元區 但問題是 我都立心我都走了 那你給甚麼提供 我都不會拿的 其實那個重點 他是 歐元區其實 不是最重要的 是他不想 受到IMF的緊縮政策 那我就要走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未必要走 他可以 他可以討論 可以用第二條例 我現在就不想受 因為為甚麼希臘 大家知道希臘的 退休年齡是40歲 我退休了 而且退休的福利很好 對 退休福利很好 那你現在說 退休的那個年期 不是40歲 可能要你逼到六十多 那你會不會 我當然坐在你 我有時覺得 你說希臘的人很冷 是的 其實不是希臘的人很冷 其實歐洲的人都很冷 但希臘的人更冷 哈哈哈哈 可能更冷 但你又要將生比己 如果你是希臘的人 我一向都在享受 一向習慣了 你現在突然緊縮 那你都會反應 可能真的 如果你在那裡 你出生都吃宴了 你叫我吃飯 你哪會習慣 所以他現在是不想受到他滯爭 但他又未必是想完全走 因為他覺得如果他走的話 他自己 他剛才說過 貶值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樣搞 基本上 他都行量過 我記得我早前看過 看過那段報道 他們都去衡量過 究竟希臘去脫出歐元區 有風險 對 還是他不脫出 誰會比較好 他脫出了 有人計算的問題 他脫出了 他要服用他本身的貨幣 叫做黑馬 服用黑馬之後 當然短期 可能三至五年 他會大幅貶值 但長遠來說 因為貨幣便宜 他會震興到國內的內銷 以及會震興到一些 叫做出口 他慢慢的國家會透過這件事 GDP所有東西都會增長 其實好像聽到去 如果你這樣看 可能國內的失業率問題 又會解決到 好像很多東西都是正面的 但剛才說過 通脹去怎樣都要通脹 這是一個問題 通脹 我也想知道 其實他的通脹是怎樣的 他的通脹是 現在當然沒有 因為現在是用歐元 現在還要用歐元 但如果他用黑馬 貶值的時候 就糟糕了 大家都 就像日本一樣 但日本是另一回事 日本又不同 而且內需很厲害 因為他很多本土的國民 都在買他自己的本土東西 但你也知道 希臘不會買他自己的本土東西 因為其實 他沒有那麼多繁術 還有希臘最主要的出口是甚麼 我想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知道他的旅遊業 但大家經常有明信片看得很漂亮 噢 那個神殿 現在當然是去希臘 你去哪裏 說他多便宜 但不是 你拿著歐元 你去希臘 你就會被人搶 經過會 你不要拿那麼多 你問你拿多少 你說只有5元 如果他有5元 他會捅你一刀 5元 這麼大個人 拿5元出來 你一刀 你握10元 你告訴他 你跟同郎 我只有5元 我給你10元 可能很憤怒 但是 剛才你說 希臘那件事 去到這個環境 我覺得 一定不會跟經濟社商太大關係 是 是 我覺得是 希臘不能脫歐 某程度上 我曾經也有說過 希臘 德國或美國 是不會拱手商量 將希臘 給中國和俄羅斯 絕對是 所以 他一定要留 按這個方向看 他一定要留回希臘 因為 也有說過 如果希臘脫歐 俄羅斯會借錢給他 基本上 不必然 為什麼 我反而不明白 這個和希臘的地理環境很大 因為 希臘的地理環境 有說法 俄羅斯的 藍原來天人可以通過 如果希臘投靠他們的話 在南歐過 在南歐過 你看回地圖 我知道 因為 大家知道 他旁邊是土耳其 俄羅斯在頂 希臘在左 我忘記 在左邊 對著意大利 土耳其和俄羅斯 一向都不太合理 但如果他打通希臘的話 這樣就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 那時候 前陣子 俄羅斯 有一個 二十億的 天然氣管道 搭上希臘 希臘什麼都不用出 不需要出錢 不需要 連人都不用出 我幫你蓋賣 我還給錢 連人都不用出 不用 俄羅斯幫他搞定 還有 天然氣過去 希臘還可以收錢 為什麼要這麼便宜 給你一些便宜 對呀 一定是跟他的地理環境 是有關的 有關的 其實好像近期所有的東西 都直接牽連到俄羅斯和美國 這個絕對是 一定跟中國有關 跟中國有關 等於俄羅斯和中國 它都有一個很大的天然氣 因為它有一條管 它的管是貫穿了俄羅斯和大陸 這個也是地理上的問題 因為大陸 旁邊街 基本上 你試一下 如果沒有剛才我們討論過的金融 買了很多債 你不蓄勢 我都有問題 加上剛才Adam和Jason 也有說過 天然氣那樣東西 那個地理環境 否則希臘已經走了很久 絕對 還不需要留在這裡 又不是自貿很多 現在成為一個磨心 希臘 我覺得他很善用這個角色 他自己很善用這個角色 他知道你們為了我而持 其實不是為了我這個國家 我的國家欠你的錢 我的國家欠你三千多億 對他們 好話不好聽 一天都不夠 你的國家的政府 一天都未必夠 這個涉及到一些政治角力 會令到很大的政治角力存在 還有我在長江峰也說過 中國未必想要希臘走 為什麼呢 是因為一帶一路的其中一個據點 就是希臘 就是希臘的地方 是的 其中打下去的就是那個位 沒錯 打到這麼遠 是 根本他在大一路的計劃是很誇張的 還有阿投行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 德國是排第四的 在股東權益裡面 一個分享 如果希臘脫了 歐元區會有些 始終一定會有些震盪 其實對於中國 又不是太有好處 因為其實以人民幣現在的力量 不足以和美國去抗衍 但有歐元在這裏 那就不同了 明白 但你發覺 這麼快出了事 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和希臘 就是打擊人民幣 和歐元時代一發 明白 剛才說的阿投行 其實基本上 我們這些聽眾也有說過 其實我們這一節 或者這一集 我們的陰謀背後 都想多說一些金融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 聽眾也有說 可以找Andy過來 要閃一下阿投行的事情 這次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Andy本身又忙 其實他錄完音 他馬上要離開 很多事情要做 這次真的很開心 當Andy過來的話 我也想問一下 譬如阿投行 很多人都說 大陸很高 為什麼 第一屆的主席 一定不是大陸 他就給了德國做 其實真的很高 很高的意思 總之現在 我就設立了阿投行 我說了 我這麼多的成員 順理成章 我牽頭的 我第一屆 當然是老大 當然是先做的 他反而不是 他提供了德國來做 你怎麼看整件事的陰謀論 其實我剛才說的 他需要去歐元 即是歐洲去配合 去抗衡美国的勢力 所以他比德國上 都OK 最重要的是 Head Office在中國 最重要的是 Head Office在中國 最多就可以了 他有個否決 他有個否決 已經夠了 夠了 所以整件事 你看到 現在的 IMF 對阿投行 是持有盡 他的情況 最重要的是 美國更加不用說 美國暫時暫時不會入 投行說我是金融大佬 我怎麽要入你 我們當然是比你厲害 反過來看到 很多聯合國的會員國 例如出名的 例如南韓都屈袖了 日本還未入 也在考慮中 他也想到很難入 他看大佬 大佬 我大佬也不入 他怎麽敢入 台灣的想入 就是入不了 台灣的就沒辦法 用了不知名字 但你要記住 大陸如果是給他入 其實是自打嘴巴 證明你是一個國家 這個絕對不可以 這個在政治立場絕對不可能 因為你知道 例如奧運會 總之整件事 大陸是任何的情況 或任何的形狀 都不會是用一個台灣 一個國家的姿態 國家的身份 去出席任何的活動 這個絕對都不用想 但先說回阿投行 阿投行 你覺得整件事 設立出來 長遠計 我們不要太遠了 我們在說兩三年之內發生的事 你覺得 很多人都跟我說 其實有抗衡作用 大家都知道 金磚四角 我們上次都說過 在財金陰謀的時候 設立了金磚四角 大家都知道 現在每年都在開會 說一些話 當然不讓美國知道 不讓歐洲人知道 金磚四角 除了這件事 今年無端端有個阿投行出現 以財金專家來說 你怎麼看整件事 他做完這個阿投行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帶一路 習主席也有這樣說 其實希臘也是其中的一點 除了這件事之外 你覺得他是不是想 踏足在歐洲的地方 甚至去分一杯羹 其實阿投行的出現 我覺得是為了 未來日子 國內的通脹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人民幣是走不出去的 剛才都說過 你發覺美國通脹不高 因為美元全世界都可以 所以他印很多錢都好 因為其他國家幫他抵消 因為他流通量大 一定是 但如果當日人民幣 如果將來要做外匯儲備 或是要跟美元、英鎊、英鎊、歐元 做一個為自己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印很多錢出去 程度上 他都需要這樣做 他都一定要有一個途徑 去踏出這一點 如果他沒有阿投行的話 而又不停印銀子 那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會有一個通脹的現象 這樣自然就會融化 很正常 但如果國內有通脹 即是民生的生活指數 斜高的話 那些人就會很不妥的 你只看到PPI 價值數 一直高一點 那些人都會走出去吵 中國就最害怕 那些人走出去吵 所以我覺得阿投行 當然是人民幣是走出去 但我覺得某一個原因 是要應付他們的通脹 去解決這些事情 嗯 很簡單 反過來 有些人問我 大家知道 現在大陸的人民幣 我們人民幣的流通量也不大 甚至乎我們中國大陸也禁止 不可以禁止 慢慢抑壓 他們不想人民幣 流通量也這麼大 背後也有很多原因 你看回未來的日子 究竟人民幣會不會 大家有些人都在問 一件事就是 美元和人民幣的對等價值 你覺得人民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流通量會不會 接下來這幾年裡 開始越來越厲害呢 我覺得會 第二件事就是 會不會真的 我上次在財金陰謀 財金陰謀的時候 都問過你這個問題 就是未來的日子 真的會不會人民幣 是否會取代美元呢 當然幾年一定不會 這幾年絕對 除非打仗 未必 打仗 我時也這麼說 美國人是很差的 他們自己內部經濟不好 或其他人 就引發戰爭 這個大家聽 背後都知道 我想這個INDD也很同意我的看法 正經濟不好 就一定是引起打仗 引起打仗是說什麼 說真的 你也知道 很多武器 高端科技 其實很多都是在美國公司出來 如果打仗的話 你就問我 買東西 賺你錢 絕對是 最基本的東西 最大的得益 最直接的得益 你覺得流通量來說 剛才我問過你 那個對等的問題 就是美元和人民幣 對等的問題 當然這幾年一定不會 將來是10年 20年後 我們做一個預測 你怎麼看 人民幣的流通量 一定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廣 如果去一帶一路 那些計劃 每次都要幾千億 幾千萬億 其實那些都是錢 那些真的是人民幣 那些真的是人民幣 也多了國家做人民幣 大家都知道 大家互相用自己的貨幣 第二 所以流通量會多 我覺得是會的 所以為何他們 阿棠出現 某程度上 是解決到他們的通脹問題 那他們才可以輸出 就像美國這樣 沒錯 通脹不高 因為他們有什麼原因 第二就是 人民幣可以取得到美元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因為暫時 假如人民可以取得到美元 的話 我相信是史上 第一個國家的貨幣 是不開放 是封閉 而可以做到世界貨幣 這麼厲害 如果是的話 真的是創矩 其實沒什麼可能 概念上沒有可能 概念上沒有可能 但剛才Jason說的一件事 是對的 就是當時打仗 我想我和你都談過一件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英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美元 當然我們當然不想說 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會不會有第二個國家的貨幣 因為上次 我不知道在米前 第一米後 跟你說過這件事 就是 戰爭之後 會有第二個貨幣 又取代了 我們的預測就是 不是美元 不是人民幣 是New World Dollar 你有沒有看到我跟盛顏說過 其實都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為上次我都說過 IMF那時候 其實有一個會議 是有人拿了一些銀行出來 那些銀行出來寫了什麼 寫了叫New World Bank和New World Dollar 這個其實是幾恐怖的事 是真的 這個不是造圖的 是真的 我想Andy也見過這張圖的 究竟是怎樣 那我真的不得而知 那 Jason 你怎麼看整件事 其實New World Dollar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統一的世界 沒錯 對於全世界來說 這件事沒有好處 因為貨幣的流通 直接帶動經濟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經濟基礎 而我們稱為現代的經濟基礎 是基於哪裏呢 是基於美國的 現代所有的經濟學模式 都是基於美國的 你可以說是一個大陰謀 而這個經濟學模式 基於美國是誰想出來的 就是那班以色電腦想出來的 這些經濟學模式 是令到 簡單一點就是 左手交右手的時間 逐間有錢落袋 如果將一百小數人出來 你已經沒有這個行動 那個你怎麼可能可以 可以說服到 現在 正在貸款的人 我覺得不合理 這是對的 其實如果經濟 Jason 的看法 就是純粹經濟學的角度去看 一個所謂的theory去看 其實是不合理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在音樂背後的時候已經講了 我想Christiael 都聽到 都麻木禁制的 就是我們背後 有一些所謂的神秘組織 就是去推行New World Order 一個政府 一個貨幣 一個宗教 總之什麼都是一個的 重點是推行 要推倒你之前的東西 沒錯 其實早兩集我和Crisio都說過 就是你現在的體系 運動得這麼好 運動得這麼順暢 我如何去取代 取代是沒有可能的事 但問題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估計就是 先推倒你這個系統 那我就像樣了 沒錯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critical 這個就比較容易 相對來說 而且可以用新貨幣對你自己現有的貨幣 軍票 你說得對 其實概念是真的會軍票 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在美元 譬如我當是一個New World Dollar Coin對一個美元 因為貨幣的貨幣是設定的 那些貨幣的東西 對吧 可能人民幣的 你要10個人民幣 才可以換到一個New World Dollar Coin 其實在整件事來說 你就知道 在一個情況下 你已經可以推倒了每一個國家的貨幣的政策 即是你有什麼intention去做這個動作 intention其實很簡單 背後我們都知道究竟是怎樣 究竟是怎樣 我想Jason的意思是 如何令到那些國家屈服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 珍巴布會不會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其實你也知道我說什麼 那麼多個零的鈔票 說原來可能吃一頓飯 我要揹個麻包袋 他們說拿車載出去 就是這樣意思 那整件事 當然我明白Jason的關心 我的關心也有 但是問題是 如何令到國家屈服 很簡單 譬如反過來 現在我對 好像IMF對希臘一樣 如果希臘這麼傻 去賣掉他的金錢 然後抵消債務 他一直貶值的話 任他怎樣玩就可以了 變成第二個冰島 其實已經是 我可以不需要理你了 已經打殘了你 其實將每一個theory apply to 這些人 這些國家身上 其實你逐一擊破 當然啦 在大陸來說當然不可能這樣試 因為你知道他的外匯儲備又這麼強 甚至乎他現在的經濟疫力是這麼好 雖然這一兩年可能差了一點 但始終都是好的 好像Andy說 在出口來說 他仍然是世界排第一 但問題在這裏 究竟這一群人 亦回到聽眾都很關心的 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上一年 我們請了Kent 會員說了一件事 就是2015年 其實會有很多事發生 尤其是金融 那究竟 現在都是我們叫做年終 現在七月頭 都是過了一半 我們還有一半可以玩 可以玩 可以看 那究竟 會不會好像Kent的口中說 一件事 就是說有一些financial crisis 因為不是一些 我跟Andy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是不足以令到亞洲的股市 或者股票 這樣跌到 吃了社藥 我覺得不會的 但是 這是第一波 甚至乎接下來 是不是還有一些更加大的 一些 crisis 出來了 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未必想 推斷中國 如果我們有一個focus 就回到那裡 但是他 如果 這樣的方向 我覺得他是想 他要重傷 令到他的復原程度 更加困難 令到他的 由出口轉內需 那樣東西 根本就未必搞得到 他自己都根本 假如他真的這樣走的話 其實他都 看見已經足夠了 他某程度上 即是很內憂外患 是的 可以做到這樣 某程度上 你留意一下 投行一打一路 這些時候 彈都很誇張 金珠五角 銀行又成立了 這個時候 他打擊他某程度上 是一個 是時機來的 因為他都 對於美國來說 他都不太想 做大得那麼強勁 但我覺得他未知想去死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因為大家的關係 即是 如果你去死 美國都不太舒服 因為誰買好債呢 沒錯 因為最大的債住 都在中國 因為中國最近出了一個報告 都還在中國 雖然你說他現在減 因為亞投行的關係 減遲了 都還是第一 賺了很多 債中國錢 所以你想想 如果沒有中國 其實美國又會投行 但是他要去重傷 令到他復甦得比較難搞些時候 美國又可以自己 其實美國的核心價值 不是說他要比人厲害 我經常都說 是當他壞的時候 你比他壞就行 沒錯 這個才是他最 最關注的 因為上次 我不知道哪一集都講過 一個理論很好 就是我做生意 我做鞋譜 我做鞋譜 我不是想弄死你 我想弄得你比我壞 永遠都要保持一個較弱的敵人 對 正正是Andy那集 對 正正就是Andy那集 對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 你說是不是陰謀呢 你看看你那個角度 怎樣看 整件事看你怎樣想 我會覺得 其實 IMF是否真的好想希臘死呢 這個真的我跟你都不知道 但整件事 你看回整個事實 就是 人民想脫離 一定不用說 勝負也想脫離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 令到 IMF那邊 要欺騙他 不要就欺騙他 拿他的金 然後搞到他廢了 這個其實都幾大可能性 我都覺得 這個很大 很大可能性 還有你想想 IF拿回一些金的時候 某程度上 現在大家都知道 不夠金 因為 美國那些是PayPal Go 還有我覺得 希臘這件事 跟美國關係 真的很有纖綵 千事馬漏 因為 希臘的總領 是不是齊普拉斯 齊普拉斯 他在這兩個星期 大家都知道 他經常說很多話 因為我看這些報道 他跟奧巴馬通過很多次電話 為什麼要跟奧巴馬通過電話 你不見他跟普京通通電話 你不見他跟習近平通通電話 可能有的 我們不知道 你不要叫習近平通通電話 他跟他通通 因為有些報道都出來 但為什麼要這樣呢 其實美國在後面 我經常說 有關美國的事 但有時候又真的 真的有關美國的事 在美國的角度出發 希臘是脫歐還是不脫歐呢 他應該是不想 也是不想 我也覺得是不想 因為他脫了 剛才說過 他有機會去俄羅斯 真的 其實現在齊普拉斯 挺難做人 如果我是齊普拉斯 我不知道多好 就是玩 玩的 那些人 但他很開心 他打筆碼下台 沒錯 最初不是這麼玩 那個財長 剛剛他下台 然後第二天 被拍到他跟人家 Happy Hour 是啊 那啤酒 很開心 完全不舒服 因為他右手的人民 想他給他更好的生活 簡單的不要那麼壓迫 左手就要受制於美國 我覺得他這次是把人民捆綁了上去 捆綁了上去 沒錯 因為他知道那件事的底牌 你一定 如果要趕我走 一定 人家已經解釋了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原因 地理環境 我們好像打麻雀 你明明那個貴筒沒有錢 你出衝鋪13U給我 我又不能吃你 打白頭片 是的 我吃 你吃我沒有錢給 就是這樣 我不能吃 就是這樣一個地步 這件事的伎倆 他挺像安倍晉三 因為安倍晉三 也有這樣的伎倆 就是推人民出來 你不想我做這件事 有事發生了 你不知確 以支持我的話 我會跟你做一些這樣的事 給我的感覺 是好像安倍晉三 對 而且他決定給了人民 沒錯 他把我的責任 寫出來 起碼第一 我在道德高地上 第二 很簡單 我幫助我的市民 幫助人民 下一屆 如果再選總統 那就非我莫屬 我曾經給了一個民主的決定 但最慘的是 最慘 最知道的底部是他自己 沒錯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兩邊掛的 我覺得 他跟美國一定有幫交 如果希臘不死 我們移民去希臘比喪 不是 說真的 我去過希臘 那些白屋子 真的很漂亮 你40歲退休 還有每年給兩 那你先公民 大哥 他不是說移民 所以 澳門給九千 你也要在澳門公民 大哥 然後每年給兩千元歐羅來去旅行 我記得 希臘是 給兩千元歐羅去旅行 對 每年的退休政策 你退休 每年會給兩千元歐羅去旅行 還有 退休金是十四個月糧 你知道嗎 是啊 很誇張 為什麼要不停地改政策 其實如果這次搞完之後 那些政策是不改的 我們真的移民去希臘都很爽 很簡單 我想這集出來之後 大家也知道 伏股少大一點 不是 陰謀背後沒有那麼厲害 有私人多人聽 載沽多了五千張 不是 那個問題 就是我前一陣子 在主流傳媒看了一些報道 譬如佔中之後 其實香港已經開始有移民潮 移民潮的熱點 就是不來 希臘 不是台灣 和新加坡 很多人都移民台灣 這集出來之後 可能有些人想想希臘 原來這麼棒 四十歲退休 四十歲之後 我就可以政府養 政府好像Castillo說的 十四個月 之餘 好像Jason說的 咦又有兩千元歐羅 一年兩千元歐羅 兩筆幾三筆的港幣 你去旅行的 你基本上去十個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去到 那又沒那麼誇張 一個人兩千歐羅 我知道 那兩萬幾三萬元 那你看去哪裡 你去旅行團都報到 去哪裡都報到 但我怕 當我們真的移民過的時候 就開始實施新例 要供給金 改例 那些人問你什麼 我們習慣了 強積金這件事 算了 不要說了 7月遠 我很討厭強積金 不如想一下 我怕說不到四字 強積金的陰謀 我覺得 你也是做基金的事 強積金都是一群昏老 其實那一群 拿著那一群 可能三十歲 當你三十歲 一路公 公公公公到六十五歲 可能 你知道 他們大大致 股票就會有升 又有落 可能你 最主要是行政費 是 行政費就是金 這個不用說了 你一定輸給他 你聽行政費 那就是 究竟你買一些 很aggressive 的基金 steady 的基金 或是大笨象基金 動都不動 始終你都要虧給他 除非你真的這麼厲害 賺了一隻 你買了幾隻 aggressive 之餘的話 每年的業績都非常之好 你就非常之正 但我覺得整個 overall來講 不是市民得著 銀行 甚至乎基金公司 甚至乎那群基金佬 得著的東西 其實我曾經在長坑坊 都有說過 這個制度 很大問題 是 改變不了 但其實我經常都這樣說 在國際制度 改變不了之下 他的主席是不是胡鴻玉 現在 是 我記得是 但那個 確實是 在制度改變不了之下 我們要怎樣去生存 這個才知道 即是我 你問我 其實是可以有方法 是可以 什麼 有機會可以分享 再分享 強積金 擺明是強你的 所以 沒有選擇 再談 我們先回到希臘 希臘國家隊 沒錯 第二節的時間差不多 剛剛 Adam也說過 紐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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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什麼事 為什麼跟這件事有關 第三節 不用Adam說 都是最飽的一節 我們先看一看 然後回來再跟大家報告 究竟這些事件 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稍後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第3節 大家都不用說了 我說了很多臭 告訴你 第三次是什麼 Castiel 找到一些 比較上 鮮為人知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都會知道 或者聽過 剛才我第一節 有說過一件事 就是 我們今集 或者這個主題 又是說 希臘的債務陰謀 但是很奇怪 這件事 發生了之後 隔了幾天 剛才說過 你們今集 如果準時聽 就是星期三 其實上星期 就發生了 上星期三 就發生了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聯合航空 那個Terminal 的伺服器就下降了 是完全 伺服器下降了 都不重要 都是叫Ticketing 但是很奇怪地 聯合航空的 國內的飛機 完全飛不到 這個當然 怎麼會有 拉到這個 希臘的陰謀 第二件事 想跟大家說 就是紐約的證券交易所 無端端又停了三個小時 兩者之間 我想問Andy 你覺得有沒有陰謀 其實 這麼巧 那些時間又很吻合 哪有這麼巧 還有那些人 有傳消息 當然 不知道有沒有Approve 說黑客攻擊美國 黑客就肯定是大陸 肯定是大陸 黑客 接著星期四 A股又抽上去 嗯 因為美國就停一停 顧空著 很可怕 很直接的 你美國的市場 停了 你動不了中國 那中國便借機上去 很簡單的想法 至於上個星期 因為這集是星期三出的 上個星期四晚 美股又上去 沒有 歐股也上了 現在這個時刻 恆子也是 好像今天這樣計算 又上千多點 對上兩天 單日跌幅都兩千點 哈哈 你說幾恐怖 所謂的重磅股 我們叫做 或一些大藍籌 都起碼由1%到6-7% 不等 因為A股有些停留牌 有八成股 停留牌 騰訊也跌得厲害 這些這麼大隻 當然是手機充的 大緊張 但是因為A股 停留牌 去沽貨 沽香港 很正常的 對 對 反過來 我想知道整件事 大家知道 今集的主題 是說 希臘的債務陰謀 Castiel 你真的很勤力 為甚麼呢 我也想說回聽眾 Castiel有些 CAM N的專業 CAM N的專業 一定難不及他 他只有一張紙 可以順口到不得了 今天 我要多謝他 為甚麼 因為大家知道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是範疇的 大家有一個特別的 Castiel 在我們談談的時候 他不斷在找 為甚麼 大家都知道 他又不是財經界 怎麼會知道財經的事 好像 我們窮車極齒的主持 在外面說 看見Castiel的頭 好像電飯煲那麼大 哈哈哈哈 Anyway 我也很感謝這個拍檔 為甚麼呢 他的學習精神 是非常值得我們可加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 好 我想問回你 Castiel有一樣 整件事你都看到 我們都用了很多時間 去看這些資訊 是關於一個 真的陰謀論 即是Dawn機 UA Dawn機 Dawn機不只是Tecca程 Dawn機 它簡直是Serve Dawn機之餘 不是訂不到機票 那麼簡單 它簡直是飛也不飛不到 是的 他已經跟FAA說 不好意思 我們暫停所有的航空服務 是的 整件事很奇怪 如果用Layman 我用Layman的角度看 大家想想 當你Tecca程那些 你買不到飛 可能被黑客吃了 可以 沒問題 但是關於飛去飛上天的東西 是甚麼事呢 因為飛上天的東西 是Aviation 是關於人家的控制塔 即是機場的控制塔 甚至乎是 飛機裡面的導航系統 或者飛機裡面的電腦 的程式 如果我用這個角度看 關於甚麼事呢 其實人們先飛不走 混在你的地方 我沒辦法把兩件事拉起來 飛機飛起 股市有甚麼關係 那有甚麼關係 我覺得你應該先說紐約聯交所的問題 好 即是你先不要說UA 不要說UA 其實兩個都各自有一個公司的答案 就是為甚麼他們突然手機都手機 UA的時候他們說 因為我們和人家正在合併 而他們的系統和我們的系統很不同 所以合一合一合 這時候就手機了 合一合 又不見他前一日和後一日 好了 接著 時間鏡就是 飛機飛不起來 然後到紐約那邊 就是手機 紐約那邊手機 紐約那邊手機 就是說 我們相信 應該這樣說 我們再說 我們再說 應該不是外面的網絡襲擊 應該不是外面的網絡襲擊 應該是National Security 說法 Homeland Security 應該是不關外面的事 應該是 它裏面有些System Error 搞到它不可以 但是它那個影響 好像不太大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一個交易所出事 其他交易所是沒有事 但是 有些鬼異位 大家也知道 Anonymous 原來 在這件事發生的前一日 Anonymous 就出了個帖 不知道這個交易所會不會出事 希望會 Anonymous是哪裏 好像是 其實都是美國 但是一群黑客組織 我聽過這個名字 因為早前說幫香港 這個群組是幫香港搞一些 那些事 這樣說 世界各地都有 Anonymous是每一個各地都有的 因為你不需要去入會 你說自己是 你就是 你自己一堆Hacker去做 但它也有一個所謂Official Page 你自己有些人 可能是核心的人去管理 就出了一個帖 就說 不知道這個紐約的聯交所會不會出事 希望會 然後就 會了 就出了事 同時間 剛才Anonymous沒有預計過 其實會不會是中國去搞它 也有人 記得我們有一個 說網路安全的一集 找到一個網站 在那時候可以實時看到 有什麼地方去攻擊什麼地方 正正在這個交易所倒下的時候 就是看到全球最多被攻擊的地點 就是美國 但是全球攻擊人最多的地方 正正是中國 剛剛好就認了剛才說的事情 會不會是中國建立 大哥不對勁 讓我搞一下你 在這一刻讓你沽不到我 我先補一下自己 但是你就出事了 沒錯 那你就只可以眼白白看到 嘩 對方的股市 一直在升 但是你就沽空不到 攻擊不到中國 短期內 這個就真的非常之陰謀論 多謝Castia 的分析 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多人都覺得 剛才Jason也說 其實 紐約交易所 為什麼會有一個 情況出現 下跌 剛才Castia 也說得很對 整件事 就是 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我跟Andy也有同一個看法 就是永遠都是 財金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角度 都是美國和中國的 交手 一直不用說的 我想到很多電影橋段 這件事 是嗎 例如呢 我唯一扯得到大艦的 可能性是什麼呢 有個不知名的人物 坐了上一輛聯合航空的飛機 而這個所謂的不知名人物 其實正正是想著飛去哪裏呢 就是想著進行一單 牽涉到這個 金融市場穩定的交易 可能是影響到這個上證 或者影響到這個紐約市場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國某客客就得識了這個事實 切法要阻止這個人去到這個目的地 唯有同時間攻擊這個交易所 令到這個聯合航空起不到飛機 起不到機 起不到機 整件事加起來就合情合理 你還不是電影橋段這些 明白 很幸運 電影橋段 一早就說了電影橋段 以上的Jason說的 全部都是假設的東西 前面是 前面是 你說真的要惡 我想一會 唯一扯到大纜 好像是唯有拿電影橋段去想 整件事真的挺陰謀的 為什麼有些人都會覺得 有些人質疑我們這個看法 就是為什麼 這個紐約的交易所 為什麼情況會是這樣的呢 剛剛Jason說的東西 也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因為很多時候 等於MX370 我們說回馬航事件 其實一直 現在世界的人 真的很煽亡 現在又沒有人說 真的很奇怪 全機人 在說幾百個家庭 整個機器不見了 整個機器 人都不知道去哪裡 究竟做什麼事 我不是說MX370 告訴大家 其實是一個例子 告訴大家 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拉回頭 在UA的問題 UA是聯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說的是下機器 三個小時 剛才我都說了一個問題 其實我不知道 它下機器的伺服器 是說的是什麼類型的 因為如果只是Ticketing 其實剛才我和Jason 都覺得 沒有問題 你不會起不到飛 你飛機是說的是 Point to Point 一些控制塔的問題 另外一個導航系統 甚至乎飛機裡面的電腦 是不是在搞裡面的東西 還是Ticketing的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沒有交代 其實你怎麼看 因為Castillo 有些資料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就沒有細節說什麼 但Mingley是說Internal System 所以他不會影響其他Airline 他不會影響其他Airline 但其實為什麼要搞 就像Jason這樣說 可能有一個人 你已經知道他會坐什麼飛機 其實這個Airline 已經是全美最大的 但你要做到一個形象 其實不是恐怖襲擊 如果我讓你全美全部停止 很明顯是恐怖襲擊 打網路戰 開戰 反應就很不同 但如果說 就是這艘Airline 還要給他一個excuse 為什麼他起飛不了 因為他把系統出現的事 配合他和其他公司合併 把系統融合的時候 就做不到 於是就好像低調地可以做這件事 亦都可以達到 哪個呢 去不到某地點 去不到某地點 就做不到某些事 好 其反應就是 他們可能就救不到某些 或者成就不到某些事情 就是背後的陰謀 沒錯 整件事真的挺陰謀 真是電影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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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開玩笑 這個呢 你們可以自己去網上 再找多一點資料 好像剛才 Christia都說得對 就是 我們都賴了少少 一些網絡的大戰 其實呢 有些網站 都會看到 一些Animation 很有趣的 Animation是怎樣呢 就是說一個IP 去攻擊一個IP 或者散了一些IP出來的話 它真的好像來打遊戲 有一個位置射去 一個很慢的慢鏡 其實有很多個散出來的 當然有些是香港 有些是台灣 有些是日本 但是主要 剛才的Christia都說得對 主要的兩個點 就是美國發出來 又有大陸發出來 又有 是攻擊什麼呢 是攻擊美國的 即是大陸攻擊美國的 美國有些就是攻擊大陸 有些都是攻擊其他地方 南美國家也有 甚至乎亞利亞太區也都有 但是反過來 就是 接下來的一個戰爭 我少了這麼說 Adam想分開三件事去看 第一 一定走不開 就是我和Andy 都說的財經戰 這個不用說了 絕對肯定是 第二件事 是一個Physical戰爭 這個Physical戰爭 大家都不想做 因為大家都死得人多 大家都 是盧民雙財 對 盧民雙財 第三件事 是最省錢 亦最能搞到你的 就是網絡戰爭 網絡戰爭 其實現在來說 我想前一陣子 美國 我不知道哪一個媒體 就說 北京某一個董大廈 就是某一個 Head Quarters 這個大陸的Head Quarters 是一個Unit 對 我也想說這件事 一個Unit 專門負責Hack人家的Unit 名字我忘記了 這個就是Head Office 很難 很小可 這個是Head Office 那個Head Office 是什麼 就是整個 現在大家都有的 美國也在訓練一些Hackers 厲害的Hackers 當然不是我們這些 我們不Hack人的 你放心 我們被Hack的 對 很慘 大陸也是大陸的 訓練一些網絡的高手 他們做一些網絡的大戰 怎樣也好 我覺得整件事來說 剛才Casteel 甚至乎Jason 說的話 不是沒有他們的道理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是這樣 可能 就是嚴悟班次 甚至乎我不讓你飛 可能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在裏面 他不會像 又911那樣 又Hack飛機 又撞到別人的 撞到哪裏 撞到哪裏 沒得再撞 那紐約的 咦 又是紐約 撞到新的世貿 哈哈哈哈 說笑而已 可能新起了防撞 那麽大件事 你起了動 我撞一動 那麽變態 不是吧 但這樣失去了原意 現在想做事 只要按下你一條AIRLINE 沒錯 讓人們覺得不是恐怖站 因為目標是另一回事 沒錯 不需要做到這麽大的迴響 你覺得是對的 如果是全美國 全線的AIRLINE Continental也好 或者United Airlines 或者Delta這些 全部是 一直下降的話 那就肯定 不要說肯定 就很大機會 就是黑客 甚至乎一個 恐襲 網絡恐襲 如果遇到這麽事 我們是政府 我一定會立即 提出這些事 你看到什麽國家 我們立即就打仗 還不發達 沒錯 整件事是這樣的 很多人現在都問我 很多時候真的 尤其是我們 上一年 我們請了Ken 很多時候都說 Adam究竟 今年來講 有什麽事發生 有些人就說天災 這個我就 有個觀望態度 不是咬死 一定是不是的 但我自己覺得 財經這件事 即是用Finance這件事 去做 現在開始慢慢提到 你覺得Andy 怎麽提呢 整件事 今年 我上一次 我不知道是幾個月 之前上來 都在回望 2015年 現在2015年 已經過了一半 你自己覺得 我們所謂的 預測 或者推測 接下來我都說 有些網絡的戰爭 甚至是Finance 金融的戰爭 也好 現在大家都知道 譬如投行 有些人說 我要推倒國內的樓市 有些人說過 有些人說過 不是 可能是香港有個跳板 所以就先搞到香港 搞完之後再搞大陸 即是在一個股票市場 甚至是期貨 甚至是外幣 也好 你怎麽看整件事 如果你看回 曾經說過 有個朋友做高盛 他等於高議 來今五年 那個女性 都會有些事發生 如果從金融的事來講 基本上 就不是 基本上 現在都算是發生了 都算發生了 是的 你看看A股 或者希臘 現在帶來的震盪 某程度上 都可以算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A股 會不會再下 其實要看 去夠成怎樣 即是中央如何救市 它不可以只夠一兩天 夠幾天 因為剛才都講過 再重複一次 其實說的是 1.7萬億 其實不是夠香港 是說的是夠A股 A股 究竟這件事 究竟發展如何 我們可以慢慢再去看一看 究竟現在 究竟是在升 又在跌 我覺得 有些人說 早幾天 震瘡 震到不得了 當然 單日跌幅 主流全部都有說 三年以來 最大的單日跌幅 兩千點 不是開玩笑 你知道現在恒指只有兩萬多點 跌了差不多10% 對嗎 都很金的 當然 也不想看到一些人自尋短見 有很多圖 很嚴重 很好笑 很好笑 但問題的項目 就是 我以前都這樣說 當你買實股的話 其實選手難腳都有一個程度 千萬不要玩槓桿的東西 我就想 Andy 知道我說什麼 你不要一元當十元玩 不然你真是麻煩 對 升的時候 升的時候 你便要補倉 你補不到 你就 所以其實說 去跌二千多點 其實 想起來 其實不是不合理 因為A股沒有得 即是他沒有得買賣 停不了牌 剛剛 當你借了孫子 借了槓桿的時候 你要還我錢 那你就要 沒辦法 我的資金在哪裡 就要沽你 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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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沽你沽你 那本身的行資已經有不明良因素 還要給這麼多人沽 因為他們套現賣回錢 其實那些錢 他基本上都要還給借錢 借錢的人 最重要是這個 沒錯 其實那二千多年 其實要想起來 其實是有合理的 雖然我這樣說 好像不是這樣 但其實你這樣推 其實不算是一個態度 以你的看法 我覺得這兩天的所謂鎮瘡事件 是合理的 跌了10% 都不是不合理的 其實都是合理的 是的 還有我經常都說 大家不要忘記A股 是有多少點升上來 有二千點 二千點左右 升上來六千點 是呀 三倍 但現在調整下去 其實都很正常 而且它都很急 我自己又覺得這件事 因為國內人 其實現在你也知道 這十幾二十年 國內的生活 為止指數越來越提高 亦都沒有錢去投資 譬如上海那邊 深圳那邊也是 一開放了 我不可以叫開放 即是有一個股票市場出現了 其實他們是不是真的 好像做到功課 甚至是麻木投資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在香港的 你知道很多人的股靈 即是股市的年齡 股靈其實是很高的 有些人玩了十幾二十年 二三十年 即是有很多奇人 你知道 那些是真的做功課的 但有些就不是的 旁邊二嬸說 買那隻勁 給你一個號碼 在床底拿鐵罐 拿幾十萬出來玩 可能那幾十萬就是他的棺材本 即是很麻木去追一隻股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不健康的因素 其實都是 當然了 七成是散戶 這個也是一個因素 他開放 因為其實一向中國是沒有期指市場的 但是近年就開始有了 上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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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開始 即是正式 我們不知道 其實今次跌得這麼厲害 就是期貨市場出現了 因為你可以沽 那時候是不行的 只可以要是買 要是不買 要是升 但你不能說是沽 所以他的波都不會比過往大 換句話 我演繹Andy說的 你可以買升 可以買跌 現在就不行的 不行的 那時候是單向 要是就沒有賣 這樣也是雙向的 但我會覺得今次A股這件事 我覺得是幫助香港的形象 是嗎 即是大陸還沒有搞定 但香港市場已經很成熟了 我覺得是形象問題 我也認同 是 你看看 原來可以這樣干預到這樣 只可以升 原來一跌沽空的時候 你要徹查 而一個自由市場 是不應該這樣 大家都明白 因為你在干預市場 所以擺明干預 而且還可以隨時停牌 叫你們 好搞笑 不可以慢慢買 30%還是20% 我忘記了 就要立刻停牌 那個停牌是漲跌 但是上個星期 那個停牌是要立刻停 是即停 是的 我覺得是很匪夷所思 而且有些公司主動要叫停 因為他們不停沽 如果我繼續在市場 我怎麼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不實行 那就繼續接貨 可能他們怎樣接 接得多少 還有最嚴重的是 他們一開始的1.7萬億 是只夠國企 但是A股市場 八成是世界股 沒錯 只有兩成是國企 很明顯 但他們沒有夠過八成 基本上八成是中小企 應該這樣說 他們就糟糕了 那怎麼辦 其實A股的成份股 那個compos 其實是不夠實正 不夠 你也說過國企只有兩成 對不對 那一百成都是一些 中小企 對 但是他們真的沒有backup 但是上個星期 到星期四的時候 就開始救了那些世界股 那就會好些了 沒錯 那些世界股 有先股 有蠔股 有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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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令到香港的金融市場 都OK 還有一些人會這樣說 吃花生 哈哈 連美國也停牌 只有香港還可以繼續運作 不是國際金融市場 這個也是吃花生 美國停牌這件事 如果想拉回頭 有人跟我說過 喂 跌得那麼厲害 為什麼紐約那邊交易所會停牌 是很匪夷所思的事 你明白嗎 還要是你知道 IT最厲害的是什麼 美國的 喂 你出了一個這麼正 或者這麼sophisticated的system 你自己想想 我做IT就知道 有些redundancy的事情 有些所謂的disaster planning 你想想 講句不好聽 你做金融的 你遲一秒都是沒有可能的事 你想想 竟然可以停三個小時 你說自己是否完全接受不到的問題 我也是有些事情要談 我也是選擇性的 因為它只停了你一個交易所 其實有其他交易所是繼續做的 而那個交易所 直接跟香港的有期指買 但是你要知道 大家都知道華爾嘉又在紐約 紐約交易所 也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 還有一件事 就是很多投行的head office 全部都在紐約 你自己想想 大家好像一個party 大家停一停 對啦 先聽一下 我也覺得很像 我不是對號入座 大家觀眾 你自己想想一件事 一個紐約交易所 全世界供應是最sophisticated 最大的交易所 你這些IT的東西 我不管究竟是 譬如沒有電也好 或者忽然間伺服器失敗 後面肯定有很多伺服器 肯定是有很多disaster planning 所謂的事故危急的應對方案 你想想哪個可能 如果是IT真的可以解僱 三個小時 你沒可能接受不到 三個小時的交易量 足夠你出多細量 因為你要記住 真的五分鐘 他們的transaction 是involve多少錢 你要記住 紐約交易所 不只是serve 美國本土的市民 他們serve全球 很多的大戶不在美國 你想想三個小時 你試一下市民 現在你問港交所 你叫他倒三個小時 你的股民還不罵他 蘋果guarantee 肯定第一天頭條 肯定guarantee 會不會這樣看呢 如果從香港的角度出發 紐約庭這幾個小時 我舉個例子 如果是有心想 香港的股市 趁香港的股市 他趁香港的股市收了 如果要多股市 他的第一個目的當然 其實就是紐約 紐約這幾個小時是停了的 其實會不會間接幫了香港 令到股市穩定 因為很多人說 夜期市場沒有 是啊 這樣的時候 做不到事 其實會不會這樣想 會比較 我們的方向會比較對 我覺得這個也不足奇 不是真的 我聽到新聞 感覺上 我不太熟 可能就 但我可能在一個 叫做旁人 這樣看 好像 不如停一停 談兩句 感覺就是這樣 是啊 真的整件事 你說是否陰謀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這樣說 陰謀背後給你們一些不同的角度 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想在節目上發放給大家聽 究竟整件事 是否我們想到這樣的陰謀呢 反過來 今天始終都是講一個 希臘債務的陰謀問題 因為難得兩位 Jason和Andy上來 因為他們真的很忙 我想問一下 Jason也用了很大的蝙蝠 講了他的看法 其實財金工房的主持 Andy來說 你怎麼看整件事 剛才我第一節第二節都在問你 好像他們的政府也好 甚至乎他們的市民都不想 為了IMF去綁手綁腳 甚至乎那麼多的掣肘 這個去向就很明顯 絕對 IMF那邊也不想他離開歐元區 這個絕對也是 我想問一下 接下來的發展 會不會像你剛才所說的 真的兩個 IMF和希臘坐下來 去談一談 例如你欠我10元 算了 我不用你還10元 你還5元便可以了 繼續開始開派對 那我自己的本人就覺得 如果是他真的有這樣的方案出來的話 我自己覺得希臘都不是那麼想 繼續去做這個會員 或者甚至乎入了這個歐元區 你覺不覺得 其實有機會出現了這個情況 就是出現了兩個歐元的貨幣 兩個歐元的貨幣 我曾經有 我也停了 大家都 兩個歐元的貨幣 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貨幣 即是說 即是 強歐和弱歐 是的 沒有東西 另外 你說那幫約那幫沒有人相信 其實坦白說 他用回自己的貨幣 都是死的了 會有機會 當然這個機會 但我不知道 我們都是猜測的 我們都是猜測的 因為我都有跟我做婚的朋友聊過 他說有機會會是這樣 但是強的 國家嚴格來說 只有兩個 沒有 起碼法國意大利只有那些 本身傳統強國的國家 和那樣其實都不差的 可能全球最低 意大利都很窮 但起碼沒有希臘西班牙那些 至少他們意大利 起碼都有石油 有時裝有汽車業 法國也是 對 起碼希臘道 差一點 其實曾經也有人說過 是把那個 鑑魯吉亞那些 還死得 死不快 那些 小國反而影響不大 小國不影響不大 剛剛看到一些 我們叫做break的時間 我們錄音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在運行 看到馬爾都很硬 對 很硬 很堅決 美國那邊 達了一個方案 達了一個構思 不可以有一個方案 又關美國的事 關什麼事 他說 構思 他沒有直接說 他又去找阿齊保拉斯 不知道搞什麼鬼 他說 會不會有些削債 或者是減債的行徑 雖然我們麥克爾也有說 對 的action 阿麥克爾說一毫子沒得減 一毫子沒得減 說到明 你只能夠在你國家的基本 減省你的開支和環炸方 那裡著手 說麥克爾硬得這麼厲害 其實對他有什麼好處 我相信他硬得這麼厲害 但我又這樣說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出口術 對 我又覺得我喜歡Andy 我覺得他真的會出口術 我也是美國人 出口術機會比較大 那是Andy 那就是事態 要看看究竟怎樣發展 其實是 因為我等於聯署局這樣 經常都說加息加息加息 加到現在還沒加 油脂還沒加 但他都不停出口術 對 因為這件事其實美國 其實沒有什麼叫直接瓜葛 正常 正常 他要參與 他都要搞你 正常 他要主動 因為他始終 坦白說現在都是全球化 希臘出口術 其實某程度上 都會牽連一點 對美國來說 其實他應該要出聲 但他在這件事上面 他真的沒有什麼 他的立場都很鮮明 好像是想 自身是外 他反而想希臘 在歐元 他的立場都挺有趣 因為他陰謀地這樣說 他就是想納他的金 納完他的金 他就把他推進大海 真的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美國是不想希臘 去靠近俄羅斯 跟中國 所以他是想維持他 美國借些錢 借些錢給他 給他 其實大家聽眾 可以想一下 現在 大家都知道 歐盟也是混亂 甚至乎 IMF 或者歐元區的國家 成員 其實都是混亂 其實 接下來 這幾個月 甚至乎一兩年 看遠一點 究竟 歐洲的成員國 會不會有內控呢 其實我看到很多東西 你看到 其實他們是不和的 當然 國家和國家之間 當然是老虎客 當然是利益的問題 所以 大家知道 英國是看美國 也不用理會 基本上他們都沒有主見 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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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當然是日本 異哥 異哥 我會覺得 看看怎樣看事大發展 為何我們今天會開這一集呢 因為想告訴大家 其實這一次 希臘債務的問題 或者是否有關於陰謀 我們就留待給我們的聽眾 再想一想 究竟本身 現在 財金市場 這樣發展的話 大家都知道 最大的國家 都是這樣說 都是大陸和美國 從財金來說 一定是這樣鬥發的 那究竟 哪一個國家 希臉大波 或者怎樣去租央發呢 這個就是我們拭目以待 是吧 而且是一個 網上世界決鬥的 是 一定是的 這個 Cyberwatch 一定是 沒有得談的 看看他怎樣搞 好嗎 嘩 又說這麼快 好聽的時間 又很快又到了 又到第三節尾了 今晚很多謝 Jason 很多謝Andy 雖然現在下了八號封球 現在是三號 都是 很開心 你們兩位 真的可以 錄完財金之後 Andy 也都 留下 Jason 更加不用說 遠遠地來到 幫我們做這個嘉賓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 我和Castell 都看到 希臘債務問題 真的有些問題 真的有問題 所以 故意插了一閘 這個希臘債務 和大家去探討一下 或者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好嗎 時間差不多了 這一集 我們要留待下個星期三 繼續 和大家陰謀背後 好 下星期見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好